本期话题 万艾可50毫克能延时多久 张志超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万艾可它是我们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 它不是一个延时的药物 延时的药物我们都是指临床治疗早些的药物 但是呢 勃起功能障碍的话 那么它也会发生 第一个来说我们有很多人会出现叫 勃起维持困难 就是你勃起以后维持不住 很快它就软了 那第二来说呢 你勃起不好的时候 有些人也会造成射精过快 但是如果你这种射精过快 或者你刚才说维持困难 那么的话 我们都属于勃起功能障碍造成的 这时候万艾可 它才可以起到一个延时作用 它主要是改善一个勃起的药物 一般来说 我们就是临床常用的万艾可 一片是100毫克 但我们医生推荐的剂量 大多数都是50毫克 50毫克来说 对一般的病人 它是一个足量 当然有些稍微重点病人 也可以用到100毫克 我们都50毫克到100毫克 是我们推荐的剂量 一般来说 我们万艾可来说 它不是延长的话 只要它能完成一个性生活 它射精以后 它就自行疲软了 它并没有出一个延时的作用 但是我们说万艾可 它有个治疗疮 一般我们说治疗疮疮 大概是个六个小时左右 就是你吃了万艾可以后 万艾可起效 在这六个小时以内 你的万艾可 它都是一个最佳效果的 一般来说 我们万艾可的半摔期 大概是四到五个小时 当我们就是看治疗疮疮 的时候 我们还往后再推一个治疗疮 所以一般来说 就是你吃完药以后 六个小时 万艾可的作用是最好的 12个小时以内 应该都是有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